苏女士34岁和丈夫魏先生结婚8年 有一个儿子 近半年来他备受煎熬折磨 因为他被确诊为癌症 年纪轻轻就身患重病 这对苏女士来说 俨然是一场灾难 万般无奈之下 苏女士想到了一个办法 在他看来 这或许是唯一的办法了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 这个救命唯一的方法 却被苏女士的丈夫 一口否决了 没法卖的 因为房子卖了 我们再买 可能就没有这能力再去买了 卖房是比自己的心理呢 对啊 我们对魏先生的态度感到费解 人命关天 何况患病之人是陪伴了他八年的妻子 是他孩子的母亲 魏先生为什么不愿卖房救命 难道说在他的心里 房子比妻子的命还重要 我觉得我心里 魏先生的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在调解过程中 又是什么激怒苏女士摘掉假发 悲愤离场 我不调了 你别说了 我不调了 我不调了 我没法调了 你别说了 我还不说了 我不说了 这一幕震惊四座 紧接着廖阿姨追上了苏女士 扶她走向场外休息 可就在途中意外发生了 场上场下状况不断 所有人都为苏女士和廖阿姨揪心不敏 此时的魏先生倒是不慌不忙 在苏女士起身离席之际 她是这样的表情 但是随着调点的深入 她却又呈现了这样的表情 魏先生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情 说明了什么 究竟他是一个天生冷血 无情之人 还是他的心底 有着什么难言的苦衷 隐痛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 没问题 各位好 这里是江旭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双方当事人 魏先生 苏女士 诉求各自分别是什么 我现在是乳腺儿 如果要是不好的话 也就是生命很转散 我想我想让我老公给我治病 我想让他卖房子给我看病 可是他不同意 卖房子很不现实的 他是乳腺癌 他花很多钱的 其实卖房子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 而且我们卖房子的话没有地方住的 我不能接受 我说你卖房子 孩子有一个母亲 我们有一个万丈的家 我这么年轻 只要有人在 我们就可以挣到钱了 这房子确实是不能卖的 所以我先问一下你 魏先生 你这个房子是谁的房子 是我的房子 婚前的 对 在你名下的 对 那对于你来讲 目前对于他治病吗 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 因为我的父母亲戚朋友 都已经接过一遍了 如果就目前的情况 不卖这个房子 就是说不拿到这一笔钱的话 他的治疗可以正常进行吗 不可以的 那这怎么办 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在他看来 没有什么比命更重要的 所以卖房是可以的 你觉得不行 是的 正如张婷所说 没有什么是比生命更重要的 在整个家山穷水尽的时候 卖房子就是唯一的办法 而魏先生 仅仅因为房子是婚前财产 就要对妻子见死不救吗 对此 魏先生解释到 卖房没有必要 因为这个家并没有到 山穷水尽的地步 妻子的手里 还有着一百多万的债权 他妹妹还欠我们一百多万 你的意思 他娘家人应该想办法 对 魏先生说了 借给小姨子的这一百多万 除了有苏女士的个人积蓄 还有她本人的积蓄 以及抵押她婚前那道房子 所得的贷款 如此说来 苏女士的确应该先向妹妹 要求偿还债务 而不是优先考虑卖掉 丈夫的婚前财产 但是事情偏偏就这么寸 我也为我妹妹要了 可是我妹妹 我妹夫做生意亏本款了 没有钱还我们呢 谁也没有想到 妹妹的生意亏了 这一百万没了 在这种情况下 苏女士的妹妹想救姐姐 也是有心无力 更糟糕的是 因为房子抵押 贷款无力偿还 银行已经几次 向魏先生发出警告 无奈之下 魏先生告诉了她的父母 她就告诉她爸妈 就说是我 我要给我妹妹钱 帮我娘家人做的 和她没有一点关系 我公婆认为 你骗了我儿子钱 你又骗我儿子房子 你现在又生病了 你就是个无底洞 我不想再给你治疗了 按照苏女士的说法 因为妹妹无法偿还 这一百多万 公婆对她有了意见 不肯为她出钱治病 但魏先生却表示 她的父母已经尽力了 当年为了赎回 她的婚前房产 父母连养老本 都拿出来了 房子现在赎过来了吗 赎过来了 怎么赎的 我爸借了三十一万 我爸刚套完三十万 然后你再让他 把这套房子再给卖了 他也不同意 我也不是 你可以要来工资吗 你要来工资 给我看你也可以 要不来 要工资是什么意思 她从高中别 一直跟她爸那打工 上班上了十几年了 结婚这么多年 我也没有看见过 什么工资卡 或工资 没有 就是 没有这种 比较稳定的生路 对对对 要回这么多年的工资 在魏先生看来 是可行的事情吗 不可行 因为平常你的生活中 所需要的费用 孩子上学的费用 自己的消费 花费的这些东西 都是在这样给的 从我爸那里去拿钱 说需要五千 拿四千不可以 孩子去比赛 要四千 少一百都不行 你的意思是说 你父母为你付出的 已经远远超过 你的公司了是吗 很多很多了 他生命以来 他们出面 借的钱 已经也有几万块钱了吧 在魏先生看来 苏女士的亲妹妹 都没有办法救苏女士 那么没有任何 血缘关系的公婆 在已经为他们 借了三十多万的情况下 就更没有义务 来为儿媳妇倾家荡产 至于他的这套房子 是父母的心血 他不能卖 否则他和孩子 都将居无定所 不得不说 如果是平常之事 魏先生不卖房的理由 是非常充分的 但是这一次 是妻子有生命之语 魏先生的这套逻辑 不能凌驾于 妻子的生命之上 而且在阐述理由时 魏先生显得很冷静 很理性 没有丝毫的情感 反观苏女士 似乎显得低声下气 在这种场景的呈现下 魏先生似乎很冷漠无情 他在夜死无救 可这时魏先生却语出惊人 他提出 妻子的命 完全可以靠他自己救 如果需要卖的话 我先把他的房子卖了 他的房子 你是指他也是婚前的吗 个人的 是的 我的房子贷款也没有还 还欠那么多钱 那卖了以后还贷款吧 卖了那也不够 够的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是我得了病 我要肯定是先卖我的房子 他说你有一套房是不是 对 你那套房为什么不能卖 有贷款 他这个房子是全款的吗 我还欠人家这么多钱呢 可是对于他来讲 如果你真的那么急着要救命的话 管他先多少钱卖了再说 但是显然你也没有这样去考虑 只是想着让他把他的卖了 我考虑了 可是那房子 那房子现在有贷款 而且现在房子掉价 我卖不出去啊 那他就能卖出去吗 他那个房子是在市里 我那个房子是在 郊区很偏僻的地方 你有在尽你的权利 给自己筹钱吗 我尽我力筹钱了 网上也挂了 中介也挂了 然后也是卖不出去 事情的转折 竟然有着如此的戏剧性 原来苏女士 也有自己的婚前财产 她也是有所保留的 在双方都有 婚前财产的情况下 她凭什么就要求丈夫 把属于她的婚前财产给卖掉呢 按照苏女士的说法 她的房子不好卖 对此 魏先生很不屑 如果是我得了病 我要跟人家先卖我的房子 在魏先生看来 妻子所谓的房子不好卖 就是在找借口 说白了 妻子就是自私 深怕自己蒙受损失 而就在双方为卖房仪式 相互推脱的时候 律师徐静思拿起了话筒 有些话 他必须提醒夫妻俩 魏先生 你作为她现在的老公 只要她患了病 你就有意义去养活她 去给她治疗 如果你没有给她治疗 你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她不仅可以斥责你 抱怨你 她甚至可以到法院去起诉你 要求你支付 应该给予她治疗的费用 以及你养活她的费用 这癌症毕竟不是我们说一般的疾病 它真的有可能因为得不到治疗 最后失去生命 那这样的话 你的情节就很严重了 在法律上有一点 我这边要提醒一下苏女士 你一直要求她卖房子 尽她的能力 但是在她尽她能力照顾你之前 你是不是就完全丧失了 你照顾自己的一个能力 可能说你也拥有自己的一些资产 是不是可以考虑适当地 减轻她的物质上的一个负担 律师徐静思的意思很明白 夫妻俩不能都指着对方来做牺牲 在这个危急的关头 夫妻双方应该合力解决问题 对于徐静思的意见 夫妻俩都没有表态 他们似乎还在犹豫什么 接下来苏女士告诉我们 其实她之所以坚持要丈夫 为她卖房治病 原因只有一个 她的病是丈夫一手造成的 究竟苏女士这八年来遭遇着什么 一切还得从两人当初结合的时候说起 我和她是同伴同学谈了八年 但是我就是说我条件 她妈就不让她和我谈 说我家是农村的吗 后来我老公就说 如果你要是强迫我 反对我就私奔了 然后她妈妈就是接受我到她家里 就这样苏女士进了魏家的门 她原以为她的幸福生活到来了 却做梦都没有想到 等待她的是一份苦难 我可以说从上大学到现在 结婚16年了 她就做过这么一次 就是存爷们的事 就是选择了我 娶了我 娶了我之后我就掉进地狱了 苦海无边 你在婚后又经历了什么事情 我什么结果 她让我磕头下跪 不是光给老人家 是她他们家所有的亲朋好友 什么她姨了 她救了 她表姑表姨 她妈妈家亲戚 她爸爸家亲戚 就所有的亲朋好友来喝喜酒的 是长辈们吗 平背也磕 你觉得这是故意的是吗 对我磕了三个多少 这四小时我腿膝盖都肿了 我们那边有这种叫什么叫磕头脸 比如说平常是给一千 然后你如果磕头的话两千啊 她认为是整她的 其实根本我也磕了 那我也你那我也整 你弟弟和你弟媳妇 你这二叔三叔的小孩 他们都没磕头 人不也照样也是给这么多钱吗 那现在她都不得多 她妈她被弟弟在家里都不知道 给我多少切手 都是听她妈妈的话 比如说在你和你婆婆 有一些不愉快的时候 她会帮着你 她护着她妈妈 她没有 她没有过一次主持人 我告诉你 她有一次我都不会 得这个病呢 不管是非 黑白她就是坚决 我优惑她妈 她说老婆可以再娶 母亲只有一个 苏女士很痛苦 在她看来 她患上乳腺癌 丈夫和公婆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也就是为什么 她强烈要求公婆为她出钱看病 可以说公婆给她带来的伤害 是她心中挥之不去的恶骂 她妈说丢钱了 她除了你还有谁 就你进我的房间 你在我家里 就只有你没有别人 然后我就发誓了 我谁要拿谁就是狗 然后她就说该打 她妈特别能演的 然后就直接睡地上 哦不行了 我心脏就在那撞死 当时吵得特别厉害 她也在那指着我妈 我当时在这儿 我滚 滚出去 妈 我黏我之后 她就走了 不问我们俩事了 后来她妈就打110报警 然后警察就来了 门口回到好多邻居宿舍的 她又在那听好 又在那哭呀 又在那骂呀 说了很多男人话 说我是小偷 好丢人我 然后警察来了就说 好好日子你们不过 没事就打110报 那天为什么 婆婆就会把矛头直直向你 因为我三尺非一日之寒 她平时她就是 她丢过 她也说是我拿了 我说没拿 她就说就是你 你就进厨房 别人也没进 就是因为内心对你的不满 我就平常就 危险人 是像她所讲的 这样吗 有部分是实施的 哪一部分是假的 你说出来的 第一 这不是我母亲报的 那为什么当时你也加入到你母亲那一行列 指责她拿钱 我 我指责你了 你指责 你不但指责你骂了 我当时站在二楼 那个楼梯上 你和你妈一起在那骂我 然后说的很难听 让我捻我鬼 捻我 鬼出去 不好意思 这是哪一年的事情 你不记得了 我 我记得了 因为 都闹到报警了 你不记得 她专门有一个记事本 你别说她 只要告诉我们 你的表现 你别抓了 我不跳了 你别抓了 我不跳了 你别抓了 我不跳了 我没法跳 你不说什么 我不跳了 还没意思吗 苏女士 悲愤离喜 这一幕 让大家震惊了 回顾她起身的时候 我们留意到了 魏先生的表情 魏先生的这种笑 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 激怒了廖阿姨 你笑哪个人 紧接着 廖阿姨追上了苏女士 帮助她整理一番后 带着她走向场外休息 可就在途中 苏女士的情绪 再次爆发了 犹如火山喷发 一发不可收拾 你就是想让我死的快 我告诉你 走吧 走吧 小心 没事吧 廖阿姨你没事吧 这一状况 让我们猝不及防 厂商的魏先生闻讯 终于不再干坐着 急忙赶了过来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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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你也真的是 小心点 需要药 需要太淡了药吗 不用再压了 不用再压了 来一点温水 快快快快 拿点温水 好在几分钟后 苏女士换过来了 为了让苏女士能够静下来 好好休息 廖阿姨扶着她来到了编导室 魏先生则 魏先生则回到了场上继续参与调解 在编导室里 苏女士一落座就嚎啕大哭 苏女士宣泄着她的情绪 待她情绪平复后 廖阿姨开口说话了 廖阿姨耐心地开解着苏女士 与此同时 在调解现场 魏先生也对老师们说出了她的性命话 据魏先生说 很多时候她对妻子冷漠 其实都是源于妻子的坏脾气 夫妻俩 我是必须以她为主 她说的话我必须去操作 如果不做 好 晚上11点不能睡 12点不能睡 1点不能睡 2点不能睡 你必须答应了 写下保证书 打比方吧 买了一点茶树枯可能老了 我说茶树枯老了 不能吃就扔了吧 扔到那个垃圾桶里了 她就开始激动了 她就把她手机摔了 然后在我胳膊上咬了一口 我就走了 可能在那儿 在那儿矛盾在身体 我都怕她拿刀砍我 以前有过一次 拿刀指着我的头 她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受惊喜 从小没有安全感 从小她不是和她父母长大 和她奶奶一起长大的 她奶奶是她那个村里 最厉害的一个人 从多大长到多大 9岁 10岁左右 才跟她妈妈一起生活 那跟她妈妈一起生活 没两年 她就开始进入那种 寄宿式学校 所以说可能会有一种的 不安全感这样的 然后大家也能看出来 她的容易激动 我什么事情都让她顺着她们 忽然不行了 你们两个在谈恋爱的时候 她就是这种脾气性格吗 谈恋爱的时候 大家都收敛一些 你认为在恋爱期间 你观察到的她 跟婚后的她 是完全不同的是吗 是 按照你所说这种性格 到目前为止是越来越 激动的 暴躁的 你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现在能跟大家说吗 我母亲在我眼中 是一个比较温柔的人 而且在我爸妈 在我邻居 和工人那边也可以的 为什么在她看来 你母亲是一个强势的 因为这个人 她自己是什么样 她比较保证的话 她看别人 也容易是这种人 在魏先生看来 妻子的脾气性格很有问题 正因为如此 结婚八年来 婆媳矛盾 夫妻矛盾便愈演愈烈 于是 妻子的心理积满愈结 导致病魔缠身 究竟魏先生说的 是不是事实 我们不得而知 但不管怎样 夫妻俩的问题 还是需要做到一起来面对 调节团队决定 让廖阿姨将苏女士带回调节现场 接下来 为了客观地了解当时双方的性格 同时帮我们找到治疗的新思路 我们决定连线苏女士的妹妹 这个欠了苏女士夫妻一百多万的妹妹 当电话接通后 我们会得到怎样的信息呢 喂 您好 我们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我是主持人张婷 您好 我们跟你大概了解一个情况 就是姐姐说 她现在这个治病是没有钱了 他们有讲到这些年来 他们身上有很大的经济压力 因为当初投资的失败 我想说的就是 她得这个病 我车也卖了 也给她拿钱看病了 就是我这边也已经负贷累累了 我看着她得这个病 我以支持全力以后 支持她看病 我这边压力也很大 姐姐说她现在这个治病 想要把家里的这个房子给卖了 她指的是姐夫的房子 哪个房子我都同意卖 我没有说任何一个房子不可以卖 好 我们再聊点别的 妹妹我想问一下你 就是你姐姐的脾气性格是什么样的 你能跟大家说说吗 她在家里说什么就是什么 就是说一不二的那个人 我说一不二我是实话实说的 就和她这一时间长 就压力很大 她经常说你这个不好啊 那个不好啊 就是突然和她待在一起 都是一些父母两父 你姐夫呢 平时和她这种人都是挺好的 挺和气的 因为你姐姐会跟我们说 在很多时候就觉得好像你姐夫不太 不太能够维护她呀 显得有点懦弱呀 尤其在她自己母 对 她在她爸爸妈妈这边 就是什么都听她父母的 因为她的那个经济来源 都是靠她父母这边 你觉得会不会 姐夫过于维护她自己的母亲 而忽略你姐姐 不会的 好 耽误你时间了啊 谢谢你啊 再见 从这通连线中 我们感觉到 苏女士目前找妹妹要钱看病 是行不通的 这也就意味着 夫妻俩需要将卖房子的对策 尽快落地 毕竟治疗时间不能耽误 只是在先卖谁的房这一点上 双方依旧没有达成共识 究竟谁应该率先卖出一步 老师们显然有了自己的意见 想跟南方说 你告诉我们说 房子不能卖 是因为做生意投资 是因为什么什么亏损 我觉得你的良心何在 这个年轻的生命 如果说你不用钱去救她的命 也许她可能真的就会 很早地离开我们 这个世界上除了生命 还有什么更重要 所以说 我觉得南方在今天这里 我觉得你没有担当 你如果说 因为是因为你 不及时地去救助你的妻子 我觉得天地不容 你作为一个丈夫 你觉得你缺的是什么呢 是担当 你要保护你的妻子 你要爱你的妻子 表现在这些地方是不够的 如果说 你的妻子是 即将迈入了沼泽 你应该是沼泽旁的 注目 是能让她依靠的 你应该是能扯住她的 而不是让她深陷其中 屠呼救命 两位观察员的发言 戳中了苏女士的内心 为了平复情绪 苏女士表示 要独自到场外休息片刻 就在苏女士起身后不久 我们惊讶地 发现了这样一幕 魏先生似乎不想让妻子看到她哭 但事实上 她的哭泣 还是被返回现场的苏女士撞到 究竟 魏先生的眼泪代表了什么 是内疚 还是压抑 经历了大半场调解后的她 在未期卖房这个问题上 会有一个新的态度吗 接下来 调解员胡建云 决定一探究竟 魏先生 我想大家能感觉到 你是一直很压抑的 你内心的压力来自哪里 就现在 可能还是我做得不好吧 我会处理关系 你心里面担心她的病吗 是 害怕失去她吗 是 假设你突然意识到 情况很严重 她表示她这边是没有办法 还是希望你要把这套房子给卖掉 从这个法律手续上来讲 愿意吗 我愿意 你做得到吗 做得到 一起加油 不要相互拆台 互相理解一下 理解她 我一直知道她做儿子家在中间 这边是妈妈是老婆 就是在那个 我也知道她 关键有时候原则硬 接下来你这样 我就直接给你提建议 因为现在保命是第一位的 你一定要把你的心态 要调一下 哪怕有一些事情 真的让人很不开心 你恐怕也要学会 暂时把它放到一边 一切全力以赴 来治病 现在你发现没有 最后是你在承担最坏的后果 那我老公不能改变一下 未来怎么改变 是未来的事情 现在我跟你分析 到今天为止 你能选择的事情 你能做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要保护你的健康 我们希望你告诉自己 学会原谅别人的过失 在胡建云看来 即使魏先生愿意 为妻卖房治病 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为要治好苏女士 身体上病的前提 是得把她心理上的病给治好 当务之急 苏女士应该要放下心结 学会自救 为了让苏女士 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的观察员决定 再加一把力 女方 你们家应该是 目前来讲 经济上有房可卖 但是对于你的治疗 如果你不改变性格 应当是无人可救 你必须自己救自己 在美国 一个大学 就有个实验室 就叫这些学生来 做实验 因为身体 在开心的时候 哈哈大笑的时候 和愤怒的时候 是会有气体散发出来的 那么这个气体 提炼出来以后 用于小白鼠的试验 那个笑的气体 放在小白鼠那里 小白鼠活蹦乱跳 然后 那个愤怒的那种气体 放在小白鼠那个 那个玻璃罩里面 小白鼠烟烟熄 居然都死掉了 太可怕了 所以说我们平常 在生活当中 你原来小时候 很不幸 跟着奶奶长大 父母对你关照很少 那么到了这个家庭以后 很不受欢迎 你也很痛苦 你吸的都是那种气体 你想想看 你心情能好吗 那么这一块 是外界的外因 在其主导作用 还是你的内因 没有调整好呢 说实在的 即便你跟这个家庭 出不来 即便你觉得 这个丈夫是窝浪费 即便你就是跟她离婚 离开这个家庭 你自己的命要紧啊 你自己的身体要紧啊 对不对 你应当保证自己这才对啊 你今天这个样子 我觉得 你不是在想救自己的命 你是在捉见自己这条命 苏女士 现在命运摆在你面前的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过去有很多的痛苦 你的内心有很多的心结 怎么都打不开 所以当死神 在你的面前 威胁你的时候 你依旧在过去的那块 沼泽地当中去打滚 所以最终的时候呢 你可能更快地败给死神 这是第一个选择 第二个选择就是 你放不下你的家人 放不下你的爱人 更放不下你的孩子 所以你现在要找到 解决问题的办法 用你更强大的力量 去和死神做搏斗 两个选择 请问你愿意选择哪一个 所以搏斗 我为了儿子有个母亲 我完整的家 我化疗再痛苦 我都咬着牙 坚持 因为我儿子 很好 说到孩子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 2014年3月份的时候 有一位妈妈和她的5岁的孩子 合写的一本书 走红了全世界 是一位日本的妈妈千惠 和她的女儿小花一起写的 很巧合的就是 这位妈妈千惠 也是一位乳腺癌的患者 她的女儿小花 在她去世的那一年 刚刚5岁 千惠觉得自己要离开 这个人世间了 她想把一份生命的礼物 留给小花 所以她要让小花 学会怎么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 生存下去 在她和并魔斗争的 那三年多的时间里 千惠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逼着小花学会照顾自己 逼着小花能够提高 自己的生存能力 逼着小花变得更加的坚强和乐观 这是一位母亲 在她的生命 弥留之际 留给孩子的最后一份礼物 可是 当我们每一个人 即将要灭对生命的尽头的时候 我们留给我们爱的人 究竟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 是一份走不出心结的痛苦 纠结 委屈 抱怨 还是告诉孩子 我们可以笑着去和死神搏斗 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永远都不知道 不幸什么时候降临 但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 当真正的不幸到来的时候 我们要让别人看到的 依旧是我们的乐观 你从沼泽地里给我爬起来 用你最坚强的那一面 让我们看到你的勇敢 我们大家都在你的身后 我认为你的生活 现在最缺的不是钱 钱即使来了 你生活根本的问题 不能解决 你们现在夫妻生活 最缺的是什么 缺的是爱 你们互相争吵的时候 互相指责的时候 互相埋怨的时候 你们都忘了 你们曾经是那么的相爱吗 当年你们是多么不顾一切的 要在一起 真的是生活造成了 我们的爱的丢失吗 还是我们自己心中 已经不能紧紧地 去抓住我们的爱 调解团队一致认为 苏女士不能再沉浸在沼泽地当中 应该跳出困境 用积极的心态与病魔抗争 接下来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密室调解分为两块 第一 打开苏女士的心结 第二 制定卖房和治疗的具体对策 就第一个问题 廖阿姨首先跟苏女士沟通了起来 我们首先学费放下 知道吧 学费忘记她 好吗 好吧 因为你的丈夫是爱你的 她是一点弱弱 家庭发生什么重大的矛盾 需要丈夫去挺身儿子去做的问题 她确实这个能力 是的 廖阿姨 她很爱我 我也知道 我也爱她 我们毕竟就同学谈那么多年 就八年 对 关键 我怕以后还会有很多事情出现 她又开始让往后退座 然后他们爸妈又把所有的人推往身上 好 那我问你 现在你这么用草牢去解决问题 是不利益的身体健康 知道吧 你必须积极阳光起来 配合医生 廖阿姨力劝苏女士放宽心态 积极乐观起来 保护自己的身心健康 接下来 廖阿姨还要跟苏女士聊聊 卖房治病的问题 就这个问题 我们的调解团队 其实早已想好了一套方案 由苏女士先卖掉自己的婚前房产 继而魏先生将她的婚前房产所有权 分一半给苏女士 对于这套方案 夫妻俩能接受吗 你的诉求是说 希望照顾卖掉房子 能给你化疗 给你救治 但是后面听着听着 我还是觉得你是有情感方面的不满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先把自己房子卖掉好吧 那套房子能保 就尽量保 因为还有孩子 对于廖阿姨的意见 苏女士爽快地答应了 或许是老师们的话起了作用 她选择放下纠结 体谅丈夫 现在女方也做出了 我们说做出了一个牺牲 包括对她自己的一个 一个减少你的物质上的一个 对对对 减少你的经济负担 所以我觉得你是可以这样 把这个你的婚前的个人财产 作为就是说 办理相关手续 作为夫妻的共同财产 好吧 我把我拿到房子 也写下你的名字 你能说这样的话 我心里非常感动 其实我并不是想在意 要那些房子 你以后 我们一起好好过日子 好好过生活 不要再吵架了 密室调节到这儿 可以说很顺利 我们也很欣慰 魏先生从一开场的冷漠 到敞开心扉 流下眼泪 再到密室之中 爽快地扛起重振 这一系列的转变 都说明魏先生心中一直有爱 只是过去的矛盾将爱欲解 在密室之后 为了让妻子放心 魏先生愿意将他最重要的承诺 写在协议之上 在密室之后 我先把这份协议给两位念一下 协议第一条 双方同意 男方在女方患病治疗期间 善尽其作为丈夫的抚养义务 并承担一切治疗女方疾病的医疗费用 及其他相关费用 第二 女方自愿将其婚前个人名下的房产变卖 所得价款 用于治疗自身疾病 第三 男方承诺 在女方将其名下房产变卖之后 自愿将其个人名下房产的一半所有权赠予女方 并协助女方完成所有权赠予的相关手续 先看一下这三条 你们双方能否接受 都可以 好 那我们先签字 你们俩都说说吧 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达成这样的协议 这是老婆生病吗 那就是说的是我的一个义务吗 而且我们夫妻感情还是在的 我也是应该这样去做 我知道我老公很爱我 我也很爱这个家很爱我的老公 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呢 夫妻俩就心平气和地好好商量着 有什么事呢就互相包容 我的脾气就是有点急躁 我以后慢慢改 以后就把什么事情 该放开的就要放开 因为那已经是过去了 我想以后以一种积极的心态 去面对每一天 把每一天都过得很快乐 我一定会坚强地活下去 我想给我妈妈说一下 妈妈 不管儿媳妇以前 做了什么让你觉得不开心的事情 妈妈我在这里给你道歉 说说对不起 我希望我们一家人以后好好相处 我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再有争传了 过去的事情 妈妈你就让它过去吧 以后我想我们一家人都想天脸之乐 我希望你和我们的手术 慢慢跟她 我希望我相信你了 我希望你以后会像个男子孩一样 在那儿去的团 我希望你你会爱我 爱我们的小孩 我们以后会幸福地走下去 直到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我都要和你一起走下去 也会 此刻夫妻俩紧紧相拥 真心希望他们 不管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还是更长的时间 都能够像此刻一样 紧紧依偎在一起 最后 我们也想对苏女士说 人们在一番风顺的时候 总是会辩不清自己的所得 往往在落难之时 他们才会明白 自己真正拥有的是哪些 苏女士很庆幸 在她最危难的时候 拥有了丈夫的爱 经历了这一劫难的她 应该反思一下 在更早的时候 如果她能够收敛脾气 改善性格 学会与公婆好好相处 那么这一刻 想必她会拥有更多 金牌调解 丈夫不忠 妻子进退两难 面对一再犯错的丈夫 她为何如此纠结 她已经犯过一次错了 不可能再犯错了 我没有真正跟她离婚 离了晚上就把她带回家 你今天选择了她 我立马退出 选择我 今天我就要有个说法 两次离婚 两次复婚 他们究竟为何离不开对方 我好后悔 我觉得我就毁个 这个男人的手里 她也离不开我 我也离不开她 到底我们之间 扶养在字母 还是要扶养 还是爱着对方 既然离不开她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 可以插足尽了呢 明晚十点 将其卫视金牌调解 敬请收看 该不该原谅丈夫的错